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集介紹一下康芳生物B9926 今天成交量在底部放量出來了 股票其實跌幅是頗為多 最高峰由69.9 一年六月份左右 一路跌到近期十幾元半附近 終於是今天有大成交量的出現 再來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的話 在22年3月14日那一周 成交量都較為多 其後限斷橫行 到今天來講 追擊手藍帶開始轉黃帶的跡象又出現了 吸醜也是近期頻頻密的一個出現 3月出擊也有一個底背池的跡象 再來看看月線圖 月線圖本月份成交量多於上月 3月出擊較為底位 吸醜也是有出 處於超跌的一個狀態 然後回到日線圖 日線圖的話 我們可以把高低線 如果將來來講的話 月接近14元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股票 如果那時候又再次出現吸醜 生物出現 碰藍線區域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撈底性的機會 成交量那麼多 通常都會有好消息的伴隨 那這間公司就有推出 扣股權計劃 ASCO連會 發佈三款產品的 成果 有個利好消息而上來 很多經紀行其實對他的 近期的看法都是買入的評級 都給到的目標價都二十幾元 到三十幾元 之間的 情況 但這張圖的勢 不算是太理想的 剛剛開始有個轉勢 情況 預計都還會橫行一段日子 如果下次再次出現吸醜 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 9926 康芳生物 今天的成交量 2400多億的成交量 也很久沒見過 那麼大的成交量 反覆向上的機會較為大 去周線圖 月線圖 甚至月線圖也有出現吸醜 本月份是收得非常之不錯 去保利加通道底 重新再出發 向上的機會十分地大 今集關於 康芳生物的分享就到這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